啊!KID來了啊! 來啊!來來! 哇!媽咧!哇!KID來了啊! 哇!哇!哇! Docco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Docco第七集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音樂創作這樣的東西 一般上經常很多人會問我 你是怎樣Rat的啊 你的音樂怎樣做的啊 靈感怎樣來的啊 你詞怎麼寫的啊 曲怎麼編啊 你要怎樣去設計 你的整首歌啊 所以呢就會有很多關於音樂 創作上的問題 到底創作是什麼東西 創作就是沒有 然後變成有 叫做創作就這麼簡單 就是因為寫Rat的那個創作呢 跟寫情歌一般的創作是不大一樣的 它的方式 它的手法 還有它的步驟流程呢不太一樣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示範呢 主要是就是寫Rat的那個過程 到底是要怎樣寫 基本上呢創作一首歌曲呢 大概分成四個步驟來進行 第一步通常我們會寫曲 或者寫詞先 這兩個順序不一定 有時候先寫曲才寫詞 或者先寫詞才寫曲 這個就是前面兩個步驟 然後這兩個步驟結束過後呢 就到編曲啦 因為我寫了詞 有歌詞了 然後曲有旋律了 編曲就是把那個音樂呢 就是你們每次聽到有吉他啊 有槓琴啊 有鼓啊 有喇叭啊 那些東西 慢慢把它編出來 就是彈出來 配上你的詞跟曲呢 就是一首完整的歌 然後第四個步驟呢 就是錄音啦 然後很多人呢 平時會問我 誒這樣你靈感怎樣來了咧 我已經解釋很多次了 我已經不想這樣了 我的靈感呢 就是你的手一定要這樣放 啊 你手這樣放 然後你這樣 這樣 你這樣 啊 你這樣 然後你就發現到 不對勁了 啊你不對勁 啊 啊來 啊靈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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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當我們生活面對什麼問題 或者是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從那個事件上面 得到一些靈感 來放進你的音樂創作裡面 所以很多人呢 就說誒 誒 為什麼你借這個東西來炒作自己 為什麼你要借題發揮什麼 比如說Linus 戲圖場這件事情 我看到了 誒 整個東西很轟動 然後引起到 我心裡的一個掙扎 我覺得說這個東西不對 為什麼在馬來西亞會有這麼毒的東西 然後我就寫了一首Linus的歌 誒 有人會說 誒 為什麼你要借題發揮 要借機炒作 利用Linus來炒作自己咧 我經常會回答說 這樣如果我現在失戀 然後我寫了一首失戀的情歌 這樣我請問我是不是借我的女朋友 來炒作自己咧 沒有錯 創作就是一種借題發揮 就好像寫日記這樣 如果也沒有發生 你要怎麼去寫咧 所以不知道要寫什麼歌好 因為我沒有辦法嘛 我為了要示範 創作給大家看 所以我現在 必須要想出一個題材來 試試看可以不可以創作 因為我們talk곡呢 出了那麼多集呢 就還沒有就是 有一首歌來代表這個talk곡的精神 所以我現在想示範一下 就是如何用talk곡這個題目 來寫一首歌 現在我們就假設 把talk east talk west talk 3 talk 4 來當成這個歌詞 現在我們要取了 取是什麼呢 寫取呢 你要把它的那個節奏 跟律動性寫出來 talk east talk west talk 3 talk 4 這樣不是一個完整的曲 我們通常我們寫 rap的歌要有一點 煽動力 平時可能我的人很好 可是我平時寫 rap的時候會感覺很兇 人家會誤會 就會說你這個人很壞 可是其實不是 因為我們寫rap 一定要有rap的態度 所以我們要弄得好像 比較有態度這樣 比較兇悍一點 當你把它變成一個問句的時候 有人回答 那種就是有一種 煽動力了 比如說 talk what talk what talk what 欸 這個方法就不錯啦 我講talk what的時候 就回答什麼 talk what talk east talk west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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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非常好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講寫詞寫曲嗎 我們已經搞定了這兩個步驟 接下來我們要為大家編曲 第一個 你要先決定這首歌的速度 所以當你打開這個software呢 那種編曲的software的時候呢 它會有不同的速度 有號碼讓你選擇 這個東西叫做click 現在我們來停一下這個Click它的速度是多快 現在是120 所以呢 這樣整首歌就慢掉了 經過我的仔細研究過後呢 這首歌最適合的速度呢 是190 這個速度呢就非常的適合這首歌啦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開始打鼓音 因為rap嘛 rap一定要打鼓比較兇嘛 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台keyboard 它裡面有所有的樂器連接電腦 這些樂器都是假的 所以如果你有budget的話呢 你就會拿到 就是現場叫人家 真的玩鼓的打鼓 小滴青的啦 小滴青 滴大的彈滴大 OK 現在我們開始打鼓啦 剛才你們聽到的只有大鼓跟小鼓的部分 通常我們鼓上面有兩個那個盤啊 那個盤不是拿來吃飯的 那個盤是叫做hi-hat 現在我們為大家加一些percussion percussion是什麼 就是一些敲擊樂器 比如說我們小學的時候呢 老師經常會叫我們拿一個三角鐵 在那邊叮叮叮有沒有 你不要以為這個東西很優質啊 這個是音樂的基礎來的 我們來聽聽這個叮叮的聲音 大概是這樣 我們每次在現場看人家樂器演奏的時候呢 都會有一個很像gitar的東西 那個東西不是gitar 它只有四條線 那個東西我們叫bass 當你們每次看到那些馬來西亞的賽車手有沒有 他們的車後面呢會裝一個那個speaker 叫做woofer 所以打出來的除了kick之外呢 就是叫做bass啦 看了那麼多樂器加在一起呢 整個節奏基本上已經出來了 可是呢 這整個東西的旋律性還不夠 這個時候呢我就選了一個特效 就是絲綢 絲綢之路 媽媽 媽媽 你在哪裡啊 欸加上那個絲綢的效果呢 我們要有一點比較有力的東西 我們加了一個比較disco的東西 叫做heats 加在一起呢 整首歌呢大概就是這個感覺 可是我覺得還不夠 我要加一個東西叫做brass 就是所謂的管樂啦 因為我們talk quark呢 是看遍世界人生百態的一個節目 所以我們要弄到好像很偉大這樣 唱到好像整個好像很厲害這樣有沒有 不要再彈了 感覺好像有人死掉這樣 所以呢我們現在加上這個brass的效果過後呢 整個東西就變得很雄偉 很壯觀 再加上那個sick的那種搖望的那種感覺 再加上那個heats的那種bisco的punch 再加上那個woofer的kick 再加上go呢 還有加上那個可愛的三角鐵呢 整個東西 這首歌錄到這裡呢 就整個感覺很雄偉很壯觀 那麼厲害的感覺呢 如果沒有把這首歌呢 弄它完整的話 感覺好像有一點浪費 因為我們從頭到尾呢 只有副歌的部分 我在想呢 不如我們把這首歌做完整 我突然間有一個想法呢 就是因為現在我們剛好到2012年的年末 要不要把 就是2012年 這整年所發生的事情 各個大大小小 國內的事 國外的事 世界的事 天災 人禍 娛樂圈的事 把它放進這首歌裡面 符合這個我們talkook的精神 2012年發生過什麼事呢 我一時也想不起來 不如我們在這裡呢 歡迎大家的投稿 在這兩個禮拜裡面呢 你們就是發現到2012年有什麼事情 重大的事蹟呢 寄到我的以下的這個email裡面 或者在我那個facebook 或者youtube的影片呢 下面留言 我們一起來共同創作 把這東西呢 變成歌詞 放進這首歌裡面 讓整首歌更完整 大家一定很好奇 那個rap的部分呢 搭配上這個音樂呢 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合併之前呢 我想要在整個歌的前面呢 加一種恐怖的 對 我們再加上這個效果的時候呢 我們再加一點倒帶的聲音 因為我們要回顧2012年所發生的事情 所以要加一個倒帶的聲音 OK 來喔 好 來 來 來喔 來